美国利率决策明天就要登场了 现在市场停看听吗 不过台股的多头氛围还是在 在外资在国家队在大户三足鼎立之下 现在台股是不是不再是无稽之谈了 多头能够延续到明年的下半年吗 这个部分当然我觉得台股本来 应该说就我们这一阵子的讲法 我们都认为台股还是要偏多操作 对不对 但是雨珊讲的话就是现在散户想话 到底是不是无稽之谈 奇怪了我们都已经拼了一个月了 他还在无稽之谈 真的是我觉得很搞笑 太闹了 现在散户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没有信心 没有热度 我不太理解 不过当然也有可能是说现在的选举 也是开始进入到歌喉战的 到最后阶段 所以是不是眼球都被吸光了 可能是这样 但是当然我们个人的感受 这一周稍微好一点 上周整个市场散户的氛围就很冷 但是我们昨天 我们正在昨天讲起 昨天我说 整个创高拉回 所以其实昨天我们是正在调节的动作 但是我调节完我还是一样重复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仍然是偏多思考 我们并没有说开交转保守 其实没有的 所以今天我们又还是持续在买 当然有些的表现就非常好 当然甚至包含像昨天帮大家 帮我们同学整理的一些筹码面的选股 其实我觉得表现上也都还不错 所以特广来讲 现在的格局 我认为都还是一样偏多思考 你看在讲话的过程 忽然看到 我们音乐达今天是一字涨停 非常强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说 第一个消费性电子 我觉得还是表现得不错 然后再来 你说像包含IP股 今天的创意 看起来早盘是跌破无日线 但是目前也都拉上来 甚至包含3661的四星KY 现在也拉上来 持续在创高 来到3600块的整数关卡 包含像6643的M31 这一个今天也是持续在创新高 所以这些的个股 都在在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的盘势 其实就是多 那你当然中间的题材 我觉得各有题材 甚至包含像今天的板卡 也蛮强的 因为现在传出来 美国这边好像 雷蒙多又没有说要禁止 挥打去大陆了 所以其实 当然我们这也在看一些书 就是讲美中关系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两国 美国跟中国 其实两国 真的应该要找寻一个 和平共处的方式 这对全世界的人民 才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以前我们听国外的 什么rap 常常都讲什么love and peace 我们生活在台湾 好像觉得love and peace 好像没这么重要 每次听我都觉得说 奇怪了 大概怎样 但是你看这几年 到处 到处真的都有战乱 地缘政治等等的因素 所以当然 希望这一个部分 中美之间的关系 能够有所缓和 这是一个重点 那当然回到这个台股的部分 就所谓的 第一个我觉得电子族群 确实是可以持续注意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去回想 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说到 有一些低基期的个股 比如说像那个网通 甚至IPC等等的 我觉得有机会 为什么呢 我们带大家回忆一下 上周我们在讲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第一天是哪里 大概是在12月6号 12月6号那一天是3558的神准 在打底完之后 那一天是一根长红 站回到季线之上 当然你说他有没有拉开 其实是没有 但是OK 神准这个已经 算是休息很久了 可以说是休息一整年了 因为神准这一档 我们是从今年年初过完年 应该是开春之后 我在友台就开始介绍 然后飙过一波 对不对 然后回来之后看起来 哇一路整理 几乎整理了整年了 现在已经12月13号了 那整理了这么久 那一天忽然站上季线 所以从中间 连过去几天 我们在筹码的筛选上面 大概都有筛选到 像那个6285的企迹 因为企迹这一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从那个12月11号 明显的一个带量长红 过前高 那从那里开始之后 你看连涨三天 那甚至包含像什么 3596的制疫 也是昨天 我们在筛选筹码的时候 也筛出来 我觉得不错 就今天跳空开高 过前高之后 又继续拉 拉到现在是所谓的掌停板 所以你看起来 今天网通这一组 好像整体的表现 也很不错 所以客观来讲 现在的状况 这几天我也参加另外一个节目 有聊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现在我们认为 预期是说 未来应该是一个 股债双涨的行情 那我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我看国泰的投资论坛 那经济学家很有趣 他就说 如果你们坐在下面 是想要赚5%的 你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不用听了 你就回去买公债就好了 所以简单讲 这个未接5%的公债值利率 就等于是无风险利率 如果你不满足的话 大家就要想 那这时候 会进到股市的这些聪明的钱 你不要说你 你不要说你自己散户的心态 你就是这些聪明的钱 这些法人 为什么还在股市里急急盈盈的 他的目标就绝对不是5% 绝对是远高于5% 我觉得概念上就是这样 所以从这些的角度来看的话 股债双掌的行情 真的大家就是要把握 我觉得选举是一时的 毕竟你看 今天12月13号了 1月13就要投票了 刚好30天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阶段 你不赶快把心思拉回来 好好赚钱 你要等什么时候 等到选完吗 选完早上涨一大波了 对不对 然后开始选完又要等过年 所以你不珍惜现在 你说圣诞行情 新年行情 红包行情 农历年的行情 明年第一季的行情 其实这时候不把握 你可能陆续 我们讲这些行情 你就一一的错过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给 散户投资人 最重要的一个忠告 给大家参考 好我们回到这个音乐达来看 这个音乐达今天这个登高一呼 是不是给这个老牌的AI正规矩 一记强心声 因为这一波包括了技嘉 包括音乐达都是过了技线 下一棒换谁 好另外再来看到 这个音乐达积极抢进这个IP加速器 它也挤升了IP的概念股 如果说我们拿来跟安国比较 因为安国也是加入到IP的这一块 那这一波的安国从三十几块 涨了两三倍 音乐达有没有机会 音乐达 但是安国跟音乐达 我觉得整个量体不一样 就是全集赛来看的话 一个重量级一个雨量级 所以概念不太一样 但是坦白说音乐达为什么忽然可以这样子 就一致涨停 坦白讲这对于这种大型股 这种现象说真的就是很异常 但是因为今天早上比较忙 我还没有看一下它什么新闻 但是回到刚刚一三的问题 就是音乐达的涨停是不是带给我们老AI一些的启发 这个地方我会觉得我们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我们讲广达好了 广达目前的走势是基线向下 价格在基线之下 所以就是我们定义的技术面的空头 然后伪创也是一样 那个基线向下 然后价格在基线之下 这大概都是空头的格局 然后其中呢 那个技嘉 算是在那个前面几天 12月7号一根长虹有站回到基线之上 但是目前基线是向下的 但是价格在基线之上 所以第一个 它比较有机会等待基线翻扬的话 那我觉得技嘉可能比较有机会 但是你从代工五哥来看的话 同样的标准 你像仁宝 仁宝其实这一波 季线已经翻扬了 季线已经翻扬了 所以仁宝今天也很强 那另外包含4938的合硕 它也是老早就已经站回到基线之上 所以这个角度 我们从这个代工五哥的角度 跟大家做个分享就是这样 因为很多的同学 因为我觉得未经训练的人 你可能很喜欢买什么 低机起的 已经跌到这里了 不会再跌了吧 想说这样去买 但是如果我们就刚刚的方法 就是基线向上 价格在基线之上 叫多头 基线向下 价格在基线之下 我们称之为空头 那其实用这一个简单的标准 大家可以先回头去检视你手上的持股 因为那持股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你买了一个空头的股票 跟我说你要等到赚大钱 我们是不要讲难听话 但是就是不容易 那当然你说买低的个股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你就是价值投资 你真的说跌到了什么某某价位之下 这个我过去也在我自己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像有些个股 你确实就是跌到一定的价位之下 就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譬如说当时像我那时候举的例子 包括像好乐底 好乐底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 那时候我应该是在22年的11月左右 那时候我说 他看起来营收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所以我说跌到那个价格 我就殖利率够了 大概56块之下 那后来跌到52块多 就涨上来翻倍了 还一百零几块 那时候还有讲什么 像8422 可宁卫 那时候我在我自己节目 在其他节目都有公开讲过 我说我觉得他跌到168之下 大概就是一个不错的位置 结果那时候最低跌到150 那时候还原权值应该是跌到150几百 我忘记了 但是可以 你看这一波上来 其实他也到200多 所以其实 我们有时候在上课 在演讲会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会问他说 你觉得台积电比较稳定 还是说你家楼下收垃圾的 业绩比较稳定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做长期投资的人 你要去逢低接股票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是嘛 你就只是觉得 广达曾经来到多少钱 那现在跌到多少钱 所以已经打折了 赶快打折就进堂抢购 这消费行为 这不是投资行为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操作上面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眉眉咬咬 有时候不是说打折 真的 打折你就要想要去买 这真的是错的 所以建议大家 就是做股票 你真的要赚价差 其实大家内心深处 都是想赚价差 没有人内心深处 很少人 大资金的当然有 但绝大部分的投资人 你内心深处 都是想说 我要赚价差 而不是等一年一度的鼓励 或者一年四度 继配的鼓励 所以其实 真的内心厘清清楚之后 再回到你正确的行为 我觉得这才是 在操作上面 比较重要的一个做法 给大家参考 给大家提醒 好 那我们说到 这个内资做账的股票 最近作风很调悍 像是银剑股 最近表现蛮亮眼的 这个礼拜的政策概念股的资金 好像就是有点从重跌扩散到 银剑营造类 像是工信 工上涨频 还有新建 黄昌也有回神 营造股的续航力如何 能不能从中找寻心黑马 有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坦白说 这个建商的个股 其实坦白讲 像那个谁 黄昌 黄昌其实我蛮早前就注意了 但是 坦白讲一直没有去下手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 一直流连在电子族群里面 所以那时候可能十几块 12块那时候就有一波突破 突破12块 最高来到38块 当然涨这么多了 你说适时的做一个回涨 我觉得OK 也是合理的一个表现 然后但是 这个地方 今天也在准备一些资料 就是跟大家讲 就是说其实 大家知道现在升息已经来到尾端了 过往 我那时候整理一个资料是什么 我们口头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把台湾的新义房屋的 新义房价指数 跟我们利率的政策 去做一个对比 我们很明显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的利率来到相对低位阶的时候 房市就是在 房价持续在成长 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回去看的话 因为你大概都可以上网 Google都可以收到新义房价指数 你可以回去看到 大概2008年的12月左右 那时候是金融风暴 然后一路杀到零利率 然后结果隔年房市就狂喷了 狂喷 然后后来进入到升息段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房价就走平 但是也没有跌 也没有跌 我觉得这是华人世界一个 重要的一个支撑 就是有土私有财 所以其实房价说真的不太会跌 但是进入到2020年 那时候因为疫情又一断 忽然又杀到零利率 但是大家又很明显看到 房价又开始涨 又开始大涨 所以其实 大家想如果到了此时此刻 你说 接下来如果利率是开始进入到 开始降息的一个阶段 当然我是说我的预期不会那么快 但是我说市场上如果预期开始进入到降息的话 大家就要想 那个建案是不是要开始动工 或者是说是不是要开始赶工 这个地方当然我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 我退伍的第一个工作其实也是 在跑建案的 那时候我们是做也是下包商 那时候我就运用我们经济学的思维 就是说他如果要卖在利率低档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未来半年 所以我就开始召集工人 然后开始赶快用力发包 因为我预期建商就会 这半年会拼命的加工 所以你看回过头来同样的逻辑 这种时候是不是建商要开始努力赶工准备 迎接那个房价好的时候 然后把房子变成是可以卖的出去 可以卖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件事情 我们就必须说 像工信、新建、黄昌、建国、新路、达青工 这些大概都是老牌的 大概老牌的营造厂 那这些营造厂当然近年 你还有包含其他的题材 比如说什么前瞻计划 大家不要想说前瞻计划只有盖棒球场 对不对 前瞻计划可能还有别的工程 甚至水下的工程 像黄昌 他就做很多海下水下的工程 那你说其实他们几个工信、新建、黄昌 其实今年他们的业绩其实是成长的 另外我们从高子利率的部分 我觉得建国5515的建国 3703的新路 新路当然是大陆工程的背景 那以营收的规模来讲 新路在台湾也算是规模比较大的 那另外达青工程 达青工程就不用介绍了 以前篮球都还有什么达青虎队 所以这些都知名厂商 然后我们刚刚讲建国新路 达青工等等 他们也有高职利率的保护 所以简单讲 近期大家就可以注意 所谓的比如说外资 还是自营商等等的 他们有没有法人的介入 我们就现在的状况来看 其实我们会发觉 这几档其实都是外资默默在买 反而涨上来之后 你说外资做一点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OK 如果他们还是维持一个 持续的强势的格局的时候 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回头找 我们刚刚讲 有高职率保护的个股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概有这样的策略 给大家做个参考 然后其他的我们也补充一下 像新建好了 近五天 其实外资卖了比较多 卖了四天 但是你看 他的前波的高点位置是11月22号 那天的高点是14块1 昨天刚好高点来到14块 没有过 就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再回头回测一下 结果突破了14块1之后 就拉上去了 所以以他这种格局来看的话 基本上守住14块1 其实也会维持强势的格局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会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 筹码面有没有持续性的买超 那买超的这一段涨上来之后 如果筹码面有稍微有点转弱 但是因为毕竟 我们讲以刚刚这个叫什么 新建 那个2516的新建来看的话 之前低档的买超大概是在9块多 你看现在已经大概将近15块了 14.95了 所以说涨到这里了 涨了50%了 这些法人是不是会适时的做一个调节 我觉得这合理 这没有问题 但是OK 如果他们突破前高又能守稳的话 那我觉得你说持股续报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也是OK的 所以你说在这一个 我们讲营造场 甚至是建商等等的 是不是接下来行情也值得期待 我觉得几个角度 就是从筹码面 再加上基本面 偏多思考的个股 我觉得大概从中间去选 也是一个 这个中股票很多可能那支也会来炒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给大家做个参考